欢迎收听《义士携军》第138回 两位世家公子争夺小小的地下帮派 却能波及这等惊天动地的人物 引发整个至尊界必然会掀起的大风浪 这不得不说是造化无常天意弄人 太奇妙了 君家伤势痊愈的海陈锋 此时早已溜了出去 准备大展拳脚一统天香黑道 君家有英伯空在 海陈锋没有火烧屁股的事情 估计呢是绝对不会主动地过来找虐的 当然了若是去墨鞋召唤 那就另当别论了 英伯空正在拉着君墨鞋研究招式 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君大少爷呢已经光火了好几次 但是英伯空一旦沉浸在武学的研究里边 对神们都不在乎 已经净乎痴迷了 对神州呢 所有的事物一概是不管不问 可儿啊 轻手轻脚地奉上了茶水 然后捏手捏脚地退下 唐大少就在隔壁 激励地消声匿迹啊 连自己的呼吸的声音也激励地控制着 更加的呢 不敢咳嗽一声或者放一个屁 因为一点动静可能都会招惹来杀身之祸呀 那可直接就是一个阎王啊 一时之间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很安静 很勤奋 之所以说是几乎 因为这并不包括君墨邪君大少爷本人的 此刻的大少爷 已经烦得有些神经质了 再一次应付了英伯空的问询之后啊 君墨邪干脆地起身 那鬼鹰九世一股脑的全部的掩饰了一遍 然后直接抛下了鹰大至尊 自己走出来透透气啊 哎呀 我就不是个当师父的料 君大少爷如是对自己说 小院花朴处一袭白衣胜雪 观青寒清冷地站在那里 脸上的神色有些复杂 哎 大嫂什么时候过来的 为什么不让可儿通知一声啊 君墨邪精神一阵 上前搭神道 相比较于面对着英伯空那张棺材脸 管青寒虽然冷冰冰的像雪山 但是对君墨邪来说呢 看惯了英伯空 再看管青寒 无疑呢 是从地狱血海到了天堂花园啊 那当真是赏心悦目至极了 之前看你再忙就没打搅 管青寒原本一贯清冷的神色 今天呢 却有一些复杂 很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 清冷却忧郁的眼神 望着君墨邪院子里边的花草 想来整个京城 君家栽种的花草 都要比别处任何一个地方 都要茂盛得多 眼下实质深秋 早该化为乌有的花卉 竟仍然未凋谢 真的是奇景啊 而君家大院当中 又数你 我 还有三叔 这三座紧挨着的小院中的花草 生长得最是茂盛 这三个院子之中 你这里的花草呢 又要胜过我与三叔处的 三叔处的花草 如何打理我不知道 但是我出的一草一木 都是我精心打理的 却仍然是集不上你这里 原本无人打理的花草 这其中 可是有什么奥秘吗 君墨邪心中一震啊 观青函 能人所不能地 看出了自己一个 早已察觉 却全然没有办法掩饰的 另类的破绽 都说女人心系 果然一点都不假呀 自己时时刻刻都在练功 无论是聚拢天地灵气 又或者是借助 红军塔中时刻运转的 精纯灵气也好 这一点呢 人虽然察觉不出 但是 这些树木花草 却是很敏感的 而且呢 也是备受其会啊 一片欣欣向荣 此刻 虽说早已深秋 但与君大哨所居住的小院为原点的一定的范围以内 竟如人间乐土 百花常开而不屑 自然是有悲常理的 而这一点呢 君大哨早就已然察觉了 但是这点呢 确实没有办法控制的 现在还能凑合一点 人人习以为常 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毕竟呢 有些花草啊 只要打理的事宜 即使在秋天呢 也还是可以生长的 但万一 要是农冬时节 整个小院子 还是一片郁郁葱葱 生气盎然 那可就太吸引人的眼球了呀 彼时就算是傻子 也能看出不对劲来的 这 哎呀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 这不就是我们君家风水好吗 所以说大嫂你来到我们家 那可算是享福了呀 啊 君墨鞋打了个哈哈 心中在考虑着 如何将这一情况的转变一下 实在不行啊 干脆呀 直接改种梅花 寒梅傲霜 梅花在大冬天开放 总没问题的吧 享福 管清涵 美目凝住在面前的一片绿叶 悠悠的说道 不错 真是享福了呀 君大少爷 立即察觉 自己呢 说错话了 简直的想给自己一巴掌 这张嘴啊 你你你你也太不会说话了呀 管清涵在君家的身份 就算比较有地位 就算再怎么得到尊重 始终他还是一个望门寡 像什么福啊 这几天 辛苦你了 管清涵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绪 平静清冷的翘脸上 罕见的浮现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 三弟 我有几句话想问你 方便吗 嗨 大嫂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有话尽管问 小三必然知无不言 言无不见 君墨鞋呢 很爽快 虽然说我并不清楚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 我听三叔说 血魂山庄的事情 你声称呢 已经解决了 而三叔居然相信了 我真的难以相信 如今当着我的面 你给我说一句 真的解决了吗 管清涵依然垂着头 看着面前的花草 侧对着君墨鞋 微风徐吹 他并编得柔柔的丝发徐徐的飘动 露出了脸上娇嫩的皮肤和半截粉嫩的脖颈 算是吧 至少暂时上是解决了 君墨鞋 无意之间发现了那半截粉嫩的脖颈 不要品味地看了几眼 不看白不看 看一眼转一眼 这种机会可是不多有的呀 你既然如此笃定 我纵有怀疑也不得不相信的 想你这段时间以来 总是一个人出去 虽然说我并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但是却将一位至尊成功地请到了家里边 而这些应该就是你为了应付血魂山庄和风雪吟成所做的准备吧 管清涵轻轻地笑了笑 我听三叔说起这件事 他对你呢 很是佩服 在我的印象之中 三叔除了爷爷和公公之外 真是没有佩服过什么人 你倒是他第三个佩服的人呢 君墨鞋肚皮里边立刻打起了主意 这位三叔 怎么现在一张嘴这么大呀 啥都泄露出去了 佩服我有什么用啊 还不如给点实质性的好处呢 这个 哎呀 这个就算是啊 其实就是个巧合 君墨鞋摸着鼻子 眼睛依然在那半截粉嫩的脖颈上打转 甚至呢 连他自己也全然听不到自己在说什么 管清涵捶着头 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某个猪哥的无良的眼神啊 我还听三叔说 前几天我们比武 你都是让我的 你的真实本领远在我之上 只是尽力的克制 免得伤到了我 管清涵说到这里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俏脸呢 突然红了一下 那么白的肌肤上浮出了淡淡的红韵 格外的诱人啊 对于君墨鞋来说 那简直就是一场 视觉盛宴啊 君墨鞋眼睛一直啊 咕咚一声 吞了口口水 他艰难的说 哎 再说再吃牛呢 别信他的 我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我何尝愿意相信 可是 就凭你有本事将君家所有的危机一手解除 拥有远在我之上的实力 本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管清涵欣慰畏的叹了口气 墨鞋啊 你长大了 再不是原本那个 君墨鞋一阵大汉啊 自己这位大嫂管清涵貌似 也不过二十二岁的年纪吧 此刻一副大人的模样 对自己这个前十多三十多岁的人说 你长大了 君墨鞋突然感觉 自己的脑袋呢 似乎有些短路了 大嫂 你也不过才二十来岁的年纪 说话怎么这样的老气横秋的 这样也受不了 君大少爷 别着脸 如果放在以前 打死君大少爷也是不肯当面说的 因为这话 无疑会招来一顿 绝对不能还手的单方面的毒打 三叔说过 你一直都是在韬光养晦 大家都误会你了 管清涵呵呵的笑了起来 脸上的冰冷之情呢 瞬间都融化了 犹如冰川突然消融 接着便百花盛开 他微微侧着头 居然带些娇俏的意味 不过就这一点 我真的很不明白 你之前的胡闹 恶技 也都是在韬光养晦吗 呃 是啊 是啊 金墨鞋脑签急速的转动 眼中呢 也是滴溜溜溜的乱转了 呃 大嫂啊 你也知道 这个那 我们君家的处境啊 对不对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没办法 没法子啊 呵呵呵 君家的处境是一回事 我自然是明白的 可是跟你以前 在我面前胡闹 真的有关系吗 管清涵翘脸一板 顿时又是冷冰冰的 转过头来 首次面对金墨鞋 凤眼一瞪 这个 那 那 还 那个不是 伪装作戏啊 金墨鞋心中 已经把原来的墨鞋 骂翻了呀 这他妈兔崽子 自己耍流氓 就让老子来给你硬扛啊 伪装 作戏 哼 管清涵 冰涵的脸看着他 以后若是再有这样的伪装 我就 我就离开军家 永远也不回来了 管清涵本来想说呀 我就打你 瞬间想到现在自己呢 根本就打不过他了 急忙改口 但这话没有一气呵成 不管本意如何 原本想表达的意味 确实半点也没有了 哎 是 是 以后不敢 以后不敢 真的不敢了 君墨鞋 咧着嘴 嘴上说着不敢了 但是任谁都能一眼看得出来 这家伙呀 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哼 一个女子的名节 其实让你用来开玩笑的 管清涵气愤的说道 那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君墨鞋 说顺了嘴了 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脱口而出 话一出口 君大少爷就知道 完了 要糟糕啊 这句话可是犯了大忌讳的呀 不要说是现在 那就算是放在了前世 这样的话也是混账至极的 你 管清涵煞时气的浑身颤抖了起来 眼眶顿顿时红了呀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脸色冰冷了起来 原来你根本就没有变 说完了一转身就走了呀 哎呦 瞧我这张嘴巴 君大少爷浪了一会儿 直接的心头啊 是无比的憋闷啊 突然一声大吼 他妈的唐胖子 你要在这里养老吗 你的计划要搞到什么时候 痛快的给我一个说法 老子今天不痛快 别逼老子帮你减肥啊 他竟迁怒到了唐元的身上了 唐元应声的滚滚而出 哎呦 好了好了 早就好了 手里呢挥舞着一摞纸张啊 你看看师傅 老大 我呀 这是按照你所说的那些啊 整理出来的 哎 您看看行不行 哎 应该不错的 君墨鞋呢 一把抓了过来 然后呢 瞪着眼睛一看 哎 翻不了两页 便要塞了回去 可以可以 不错不错 确实不错 哎 你还没仔细看呢 唐大少有一种啊 辛苦努力 却被人漠视的感觉 感到很委屈 君墨鞋呢 翻了翻眼皮 倒不是他不想仔细看 而是实在看的 云山雾罩的 直接就看不懂 君大少没有想到 自己简略的写了一下 前世记忆中的大概的环节 居然呢 在这唐元的手里边呢 他整理出了这么厚厚的一锣的计划书 胖子实在是太有才了 他自己以前 哎 咋就没有发现呢 我相信你 我非常的相信你 君墨鞋亲切的拍着唐元的肩膀 无论你怎么做 我都相信 我都支持 所以我不用看 也不会提别的意见 明白吗 既然整不明白 干脆收买人心 碎上 碎上 唐元激动的哭了起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啊 以前呢 总听人家说什么 呃 哦 世卫知己者死 今天呢 我算是明白什么意思了 被人信任的感觉 真好啊 太让我感动了 我发誓 我一定 欧心力血 担惊接力 鸡躬尽脆 死而后一致 但忠心奋不顾身 为了三少礼的事业 我宁可是刀身火海 白死无悔 万死不辞 万万死也不会辜负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啊 秦大少爷 对唐胖子强悍的马屁攻势 已经很有免疫力了 微笑的站在那里 点了点头 风度翩翩的聆听的这种 恶心到极点的马屁 有些习以为常了 只当做是享受吧 一堆肥肉在T内横流的 不断的拍马屁 而另一辈拍之人呢 正心安理得的微笑倾听 还一副呢 很陶醉的样子 这幅画面 落在英大至尊的眼里 顿时有些受不了了 耳边是滚滚马屁如潮 眼中是丑待彰显 令人作呕啊 英伯空嗖的一声 冲了出来 纯清面白的说道 老夫觉得 还是住在无意的小院 比较合适 直接头也不回的走了 这地方 真没法待了 太恶心了 即便以八大至尊的定力 也盯不住了呀 君大少爷瞪圆了眼睛 用力的一拍唐胖子的肩膀呢 差点把他拍倒在地 嚣张的耸动了肩膀大笑的 胖子 你可真是太牛了 你简直就是英至尊的克星啊 啊 我又咋的了 唐元茫然的擦了擦 刚才被英伯空吓出来的冷汗 魂不附体的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 你做的很对 非常对 真是不错呀 君墨杰大肆夸奖 没有想到自己最头疼的问题呢 被唐胖子一顿狂拍马屁给恶心走了 什么叫有心栽花 花不发 无心插柳 柳成荫呢 这不就是了吗 这几天你喝过的美酒 我们要进行独家拍卖了 胖子 你独立以来的第一项工作 就是利用这些美酒创造出最大限量的财富 明白我的意思吗 君墨杰笑得见眉不见眼 拍着胖子的肩膀感觉很是愉快 问题不大 本来呢 酒一般是很难作为拍卖品出现的 不过我们的酒却不在此限 底下我感觉定在五百两一坛呢 应该不成问题 唐元很有把握的说 相比较于目前的美酒 这个价格已经高出了数倍 底价五百两一坛 你开什么玩笑啊 君墨斜狠狠的摇了头 毫不留情的否决了 太高了 想来三百两应该可以吧 那再低了就有些可惜了这美酒了 虽然说我对酒吧 没有太多的研究 但是大哥 你弄出来的这些酒 那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 美味中的美味 就算是在天香城里边 也不可能有超过你的美酒了 咱们这么说吧 比我以前喝过的任何一种 都要强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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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最终拍卖价一定会很可观 我相信绝对不会少于白银三千两的 唐元扎巴扎巴嘴 多少有些不确定的说道 并同时呢 又拍了一道马屁 嘻 三百两 不 最终拍卖价三千两 胖子 看来你是真的对酒 没有研究啊 我的目标是 一万两一坛 一文钱都不能少 金墨鞋还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咬的牙呢 还是嘎嘣嘎嘣作响啊 你孩子别嫌贵 我就一万两一坛 爱买不买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意识邪君第139回